来大家看过来 为什么领养的茶花长了很多花苞 却迟迟打不开 还容易出现掉花苞的现象 其实这个时候茶花长了很多花苞 需要大量的营养 营养供给不够 自然就花苞打不开 还容易出现掉花苞的现象 这种情况的茶花 我们一定要及时给它补充营养 像我们基地用的就是这个红色的快速开花粉 因为这种快速开花粉 它的浓度比较高 而且比较容易吸收 我们只需要用它兑水 一小勺兑六斤水来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 连续浇个几次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茶花的花苞 开始绿绿绿绿的打开 也不会出现掉花苞的现象 所以说大家养茶花 发现长花苞了 赶紧给它补充这种快速开花粉 不然的话不但打不开 还容易出现掉花苞的现象 而且这种快速开花粉 家里面的所有开花植物都可以用 点视频左下方 商品就可以买到 不管你家养的是什么 月季茶花三角梅 绣节花等等 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它来促进开花的 尤其是蟹爪蓝长寿花 因为接下来是这两种花 长花苞的时候 提前用 让你的花开更多花 让你的花开更多花